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实施多轮全民核酸检测 有迹象表明 全国范围内所有一二线城市可能都将进行大规模的检测 届时检测成本将会达到中国2021年GDP的1.5% 本周辽宁省大连市宣布 从周四开始每周都将进行核酸测试 河南省的物流中心郑州市也在周二表示 它将进行三轮全民测试直到周五 在北京 上海 深圳 杭州等大城市开展全民检测之后 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加入了推动更加频繁测试的行列 以应对疫情的重新爆发 东吴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陶柱表示 为了根据中央政府的指示更好的协调病毒控制工作 在五天的劳动节假期之后 定期大规模检测的做法可能会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广泛的推广 如果中国所有的一线和二线城市 大约五亿居民实施一年的大规模检测 成本可能高达1.7万亿元人民币 这将是中国2021年GDP的约1.5% 或者说是去年公共财政收入的约8.7% 宏观分析师警告 额外的成本将会给地方当局和市政库房 带来进一步的压力 由于去年对房地产市场的打压 今年又实施减税和增加基础设施支出以提振中国经济 地方政府的金库已经很紧张了 分析师表示 每月超过1000亿元的核酸检测采购费用不是一笔小开支 除了让居民承担部分费用之外 发行特别国债是一个重要而可行的选择 北京坚定不移地坚持动态清零政策 经济学家继续警告 这些严厉的措施会阻碍北京2022年5.5%的GDP增长目标 但是一些公开表达担忧的专家已经被噤声 惠育国际评级机构周二将其对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从4.8%下调至4.3% 并且预计中国动态清零战略将会持续到2023年 分析师陶珠认为 尽管全民定期核酸检测可能不是最佳方案 但是定期进行大规模核酸检测仍然是比封城成本更低的选择 他估计如果上海等全国最大城市被封锁两周 每月损失可能达到1568亿元人民币 至少在成本方面定期进行大规模测试 可能是比高强度封锁更好的选择 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 截至4月中旬 中国有新冠病毒检测机构约1.31万家 日检测样本5165万份 刚刚公布的今年第一季度财报结果显示 中国几家主要的冠状病毒检测企业 在第一季度实现了巨额的同比利润增长 从58%到190%不等 中国没有尽头的清零策略 令西方政界和经济界对中国市场的乐观期待 正在化为抛影 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发表评论称 尽管经济代价惨重 次生灾害频发 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仍然一意孤行地坚持推行清零政策 这位中国领导人正在改变中国 这篇题为《中国的真面目》的文章写道 这一切不禁让人回想到了黑暗的过去 中国不再重新开启国门已经成为了可能的场景 对于长期封锁阻碍经济发展 政府已经不再提及过去40年来改善国民生活水平的承诺 取而代之的口号是要对新冠病毒赶尽杀绝以确保14亿人民的生命安全 评论指出 上海在小区外搭建铁栅栏的场面 令国际社会感到震惊 然而这样的手段在中国并不是第一次 文章认为 这种清零政策的代价极高 已经将国民经济逼向了大萧条的边缘 数十万上海民众被送往隔离中心的同时 北京最高层也显露出了其真面目 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公开宣称 发展经济已经不再是首要目标 在习近平看来 资本市场早已成为威胁经济和社会稳定发展的隐患 北京表示 如果不对资本进行管控 将会带来无法估量的苦难 像回到50年代一样 国家将再次主导经济的发展 德国媒体最后开玩笑地说 常有人说 中央高层有一些出色的战略思想家 他们已经为中国的崛起制定了长期方案 但是现阶段完全看不到他们的踪影 也许因为他们正在被隔离 美国准备对中国监控摄像头公司海康威视 实施严厉的制裁 这一决定将会影响纽约 伦敦 新加坡等国际大城市 金融时报报道 根据熟悉内部讨论的四位知情人士透露 拜登政府正在为对海康威视 实施与人权相关的制裁奠定基础 尽管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但是白宫希望以该公司为目标 这将是美国首次对一家大型中国科技集团 实行此类的制裁 此举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因为与全球最大的监控设备制造商 海康威视打交道的公司和政府 将会面临违反美国制裁的风险 两名知情人士表示 美国政府已经开始向盟友通报其意图 因为任何制裁措施都会对使用海康威视产品的180度个国家产生影响 华盛顿指责海康威视向中国政府提供监控摄像头 帮助镇压在新疆集中营的100万维吾尔人 拜登政府跟随川普政府指责北京犯下种族灭绝罪 数据显示 全球有超过1000个城市使用海康威视的摄像头 该公司的前五个国际市场是 越南 美国 墨西哥 英国和巴西 国际人权组织表示 如果实施这些制裁将是一个巨大的发展 人权组织长期以来一直呼吁对监控技术进行监管 以免他们被滥用于政府的部署 在白宫发表审议情况后 海康威视在一份公开声明中表示 美国政府可能采取的行动仍然有待核实 我们认为任何此类制裁都应该基于可靠的证据和正当程序 我们期待得到公平和不偏不倚的对待 美国国会于2016年通过法案赋予政府更多的权力 对涉及侵犯人权的实体实施制裁 财政部负责将违反法律的公司列入特别指定名单 美国分析人士表示 将海康威视加入特别指定名单 将是对北京数字化议程的有利举措 也是美国政府现在愿意对中国公司实施制裁的升级信号 但是替换掉海康威视的产品有巨大的成本 可能会花费数十亿美元 也需要数年的时间 因此对民主国家来说 启动这类措施也有阻碍 美国前总统川普在2020年 已经将海康威视列入了商务部的实体名单 禁止其获得美国制造的技术 此外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正在调查中国网约车巨头滴滴出行 在纽约的首次公开募股 这加剧了滴滴的监管困境 在中国当局对滴滴展开调查后 滴滴第四季度的收入下降了12.7% 滴滴的股价自上市以来已经下跌超过85% 使其最大股东软银愿景基金的持股价值 减少了近100亿美元 滴滴承认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正在与我们联系 并就此次股票发行进行了询问 并且补充说 我们正在配合调查 但是要严格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 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调查的消息 导致其股价再度下跌 与此同时 中国的其他科技股周三也延续了前一天的跌势 继续大幅下跌 以中国大型科技股为主的恒生科技指数 周三下跌了3.3% 在此背景下 中国央行周三再次重申 将对科技企业的金融活动 实施常态化监管 中国人民银行周三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中国人民银行已经于4月29日召开会议 讨论实施金融支持经济 和促进科技平台公司健康发展的政策 暗示当局会放松对该行业的监管打击 人民银行还补充说 要加强对科技创新企业的金融支持 已经确认的政策将会更快落地 国际金融研究所发表报告称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 中国资产遭到大幅抛售 人民币距离成为全球储备货币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国际金融研究所在周二的一份报告中称 在乌克兰战争开始之后 投资者开始抛售中国股票和债券 并且在整个三月继续抛售 使今年前三个月成为中国资本外流 有记录以来最糟糕的一个季度 资金外流一直持续到四月 该报告还研究了俄罗斯 是否在三千亿美元外汇储备被冻结之后 抛售了中国资产 报告称 虽然俄罗斯可能在二月下半月 动用了人民币资产 但是由于储备稳定 三月份没有明显大量抛售的迹效 国际金融研究所表示 新冠疫情的封锁 贬值以及与西方国家地缘政治的风险 是解释中国的资本外流的主要原因 人民币距离成为全球顶级储备资产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尽管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是人民币在中国以外 并未被广泛使用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 2021年最后一个季度 人民币占全球外汇储备的 2.79%左右 随着中国与新冠疫情的再次爆发作斗争 人民币面临越来越大的贬值压力 瑞银周二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说 除了投资者对中国资产的信心减弱之外 人民币在净出口商之间 已经从看涨转为了看跌 初步迹象表明 与三月份相比 四月份外币兑换为人民币的次数 可能会减少 而与此同时 人民币兑换外汇大幅上升至68.1% 是2019年第三季度以来的最高水平 以上就是今天中国财经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看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 今天是2022年5月4日星期三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新闻 美联储实现了自2000年以来的最大加息幅度 并且表示将在接下来的几次会议上继续以这种速度加息 试图通过数十年来最激进的政策行动来应对飙升的通货膨胀 美联储周三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0.5个百分点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说 通货膨胀太高了 我们明白通胀造成的困难 我们正在迅速采取行动将其降下来 他补充说 我们都同意接下来的几次会议应该考虑再增加50个基点 周三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上调至0.75%至1%的区间 此前三月份 美联储已经加息0.25个百分点 结束了美国疫情爆发两年来 接近于零的利率 政策制定者表示 有意加快加息步伐 以遏制自198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 美联储这次的希望是 借贷成本上升和资产负债表缩水相结合 将经济实现软着陆 避免经济衰退 同时抑制通胀 美国个人消费价格指数最近上涨了6.6% 是美联储目标的三倍多 美国人对价格上涨的愤怒 正在打击总统拜登的支持率 越来越多的批评者表示 央行等了太久才抑制通胀 鲍威尔本人甚至在3月初告诉国会 现在看来我们应该早点采取行动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周三表示 美联储既需要技巧也需要运气 但我相信两者都有可能拥有 他预计美国明年将会实现稳健的增长 随着美联储采取措施降低通胀 经济可能会软着陆 很多经济学家担心 随着美联储提高利率 2023年将会出现经济衰退 但耶伦表示软着陆是有可能的 他说虽然现在消费者价格飙升 但通胀的中期预期并没有受到重大的影响 这意味着与1980年代美国所面临的通胀类型不同 美联储曾经在1980年代初期 非常激进地收紧货币政策 以至于导致了当时严重的衰退 耶伦表示 与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不同 美国现在资产估值很高 包括股票市场 银行都很健康 信用质量非常好 加息公告发布之后 在华尔街股市 标普把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升至一周以来的最高水平 随后回落至大致持平 表明市场已经消化这一星期 与此同时 拜登政府在是否削减从中国进口的关税 以降低通胀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分歧 据知情人士透露 政府内部辩论的一方 是财政部长耶伦和商务部长雷蒙多 他们赞成对川普时期 定下的中国进口商品中的一部分 放宽关税 而辩论的另一方 是以贸易代表戴琪为首 他们不愿意放弃美国对中国的影响力 希望继续努力重塑中国的经济行为 据一位知情人士称 拜登总统尚未就这个问题做出决定 但是最近重新审视了这个问题 因为白宫希望降低四年来最高的通胀率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表示 过去几年的事实证明 关税战无法解决美国的贸易问题 这只会推高通胀 增加美国普通消费者和家庭的生活成本 争论的一个关键点是 提高关税在多大程度上 可以缓解通货膨胀 耶伦上个月在接受彭博电视采访时表示 这样做有助于降低美国的价格 但是戴琪周一 在米尔肯研究所全球会议上发表讲话时 似乎并不同意 他表示美国在短期内降低通胀的努力 不应该牺牲长期的政策目标 例如解决中国的贸易做法和增强供应链的弹性 他说无论我们部署何种工具 来应对我们目前面临的问题 我们都必须着眼于中长期的部署 我们需要确保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首先是有效的 其次不会破坏我们需要追求的中期设计和战略 俄罗要复杂得多 民意调查反映了宣传和恐惧的混合 一群独立的社会学家表示 多达90%的俄罗斯人拒绝参加政治投票 另外有5%到8%的受访者 在与民意调查者的谈话中挂断了电话 还有21%的受访者承认害怕参与调查 俄罗斯被监禁的反对派领导人 纳瓦尔尼的参谋长沃尔科夫估计 对战争的实际支持率约为10%到15% 而反对者高达30%到40% 伦敦经济学院的研究则显示 支持战争的比例约为53% 但是该研究指出 这些支持者中的许多人支持政府的路线 是出于害怕反对政府 在过去的两个月里 俄罗斯的脱口秀和新闻节目 不断地强调俄罗斯的优势和西方威胁的主题 在国家电视台的报道中 俄罗斯的炮击并没有摧毁马里乌波尔 而是解放了他 不查的屠杀暴行 不是俄罗斯士兵犯下的 而是基辅上演的 俄罗斯没有攻击乌克兰 而是遭到了西方的攻击 新闻报道没有提及俄罗斯的损失 取而代之的是 每天都有关于俄罗斯英雄的报道 以及有多少民族主义者被清算 有多少装甲车被摧毁 一位俄罗斯记者说 国家宣传真的很有效 很容易被卷入其中 新闻和镇压交织在一起 任何关于战争的真实信息 都会被打上假新闻的烙印 传播它 无论是记者还是普通公民 最高可判处15年的监禁 另外如果将你的指甲 涂成乌克兰国旗的黄蓝颜色 也会让你被捕 这种恐惧令人想起了俄罗斯的过去 三月份监督侵犯人权行为的媒体组织 OVD Info 编制了一份被检举揭发的假新闻清单 检举揭发是一个在斯大林时代 很熟悉的用词 一位德国企业家表示 害怕被匿名举报 甚至已经渗透到了朋友之间 朋友之间的聚会会相互观察 试图猜测谁是忠诚的 另一位在俄罗斯国家电视台工作的记者说 这不是我们的战争 但是每个人无时无刻都在想 他夺走了我们的生活 据估计自战争开始以来 已经有20万名俄罗斯人离开了俄罗斯 以上就是今天华尔街财经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喜欢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